和平使者秦刚与巴以外长通电话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最近呢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呢 跟以色列跟巴勒和巴勒斯坦的外长呢 分别通了电话 跟巴勒斯坦的这个外长马利基呢 他是这么说的 说近期呢巴以局势加剧 紧张局势升级 以推动安理会举行磋商 中国支持巴以双方用两国方案为基础 尽快解决尽快恢复和谈 并为此积极发挥作用 然后呢马利基外长呢是高度赞扬 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 感谢支持巴勒斯坦民族的自决并独立建国 然后呢再上中方推动沙特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秦刚呢又接着说 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 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个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跟巴勒斯坦的外长说 说大哥照着你 咱们是站在正义地方 咱们是站在和平地方 咱们是站在发展的一方 与帝国主义者呢对抗 这样一来呢 你跟大哥的 大哥照着你 这个意思 然后呢 秦刚呢又跟以色列外长科恩聊了聊天 秦刚这么说的 担忧啊巴以局势啊 双方保持克制啊 管控局势 防止冲突加剧或失控 望各方保持冷静 制止过激的言行 根本出路的和谈 落实两国方案 做正确的事情永远都不晚 鼓励巴以双方拿出政治勇气 迈出恢复和谈的步伐 中方愿为其提供便利啊 就提供平台 你就跑我这儿谈来就行了 科恩是这么说的 感谢中方愿为解决巴以冲突提供支持 推动局势降温 但这一问题短期无法解决啊 以方重视中方影响力 高度关注伊核问题 期待中方发挥积极作用 秦刚这么说 金刚又回答说 沙特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啊 和平解决的典范 希望各方呢 抓住时机恢复落实伊核问题的全面协议 啥意思呢就跟跟以色列似啊 就是说了点导词啊 意思说 兄弟你危险啊 兄弟你危险了 你呀赶紧的哎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行为上呢 顾及的行为少多一点啊 别那些什么别再制造紧张情绪了啊 咱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啊 咱们俩是朋友 知道吧 咱们俩朋友记得 记得当年当年我还帮过你呢 知道吧 我还帮过你呢 咱俩咱俩是朋友 我帮你解决这事 美国解决不了 我帮你解决怎么样 这么一回事 所以双方是这个 也就是说呢 有人看到说 中国是不是着手解决巴以问题了 其实吧 中国在2021年呢 就开始着手关注这个巴以问题了 并从前呢开始作梗了 这次通话呢表面上呢 是借着现在的巴以局势啊 巴勒斯坦以色列这时候又紧张起来了啊 以色列国内那些烂的八道事 大家也知道 其实呢 他是通过这次通话 对G7外长峰会的一次反击啊 有点这个意思 可见呢 G7的外长峰会呢 就值这点钱 为什么就值这点钱呢 因为巴以这个事 它不是个大事 巴勒斯坦以色列呢 被媒体炒作的很大 但是实际呢 这个事非常非常的小 也就是说 现在就通这个电话 什么时候通话都可以 但是这个时机呢 是说明问题的 在这个G7峰会 这个节骨眼上 把这个巴以的通话呢 给点出去 也就是说明啊 哎 这个事不是什么大事 这事不是什么大事 只不过呢 就例行的 给他们打打电话 就说你们俩小的听好了啊 今儿一人一个电话 一人一个电话 然后呢 你明白我现在要说什么 啊 以色列也明白 你那边G7开会呢嘛 对不对 那好了 我也应付两句 巴勒斯坦也明白 你说巴勒斯坦真是那个 真是那种说 这时候就解决问题吗 也解决不了 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 但是电话呢 必须得打 为什么打呢 哎 你美国看着没有 布林肯你看着没有 最近你以色列在这块干这个事 我知道你跟以色列 你们俩传统盟友 但是你最近跟以色列干的事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就是这么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最近以色列呢 可谓是流年不利啊 富国主义实体实在是太艰难了 为什么 内塔尼亚胡 内塔尼亚胡组合了之后 美西宗拜登这块就没闲着 一直对他的政府呢 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颜色革命的颠覆活动 咱这么说啊 以色列现在这一代的领导人 这一代的议员呢 水平都非常非常的差 一个个呢全是那些喊主义 喊口号的谋证人 再不再加上什么支持LGBTQ的 这种行为艺术这些人 真正干事的没几个 以色列现在叫总理内塔尼亚胡 人家不管怎么着 总理的大位占了15年 人家干了15年 人家兢兢业业的经营这个国家 以色列这个内塔尼亚胡 这人家真有本事 人家真能就是说 把这个局势呢 给你控制的这个程度上 他不会过激 内塔尼亚胡表面上说话的 说的特别特别的强硬 但是这个人做事的时候 往往的落实的时候 落实的非常非常的软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以色列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 他也知道 以色列现在的局势是什么样 你不能太硬了 你太硬了 你自己的实力不在那 但是你不能又说的太软 你说的太软 给人家一看 你这个什么东西呢 所以呢 内塔尼亚胡是知道方寸的 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这个民族发生了什么问题 现在他需要做什么 可惜呢 很多人不愿意看到内塔尼亚胡在台上 结果呢 现在就出现这种烂事 以色列呢 我们也知道 自由派和本土派呢 双方现在就是基本上水深火热 自由派这边呢 基本上欧洲派啊 从欧洲来的这帮人 亲美支持民主党 比如贝内特呀 比如比如拉皮德都这类的人 他们有钱 他们有钱 然后呢 然后呢 他们是这之间的 他们经常运转在美国这些大厂啊 美国这些财团这块 本土派可就不行了 以色列的本土派 保守派利库德集团 有一些从欧洲来的 但是大部分全是这些本地的 中东的这些 这些人 他们除了念经就是念经 在这种地 什么都没有啊 穷得要命 现在呢 搞司法改革 本土派想搞司法改革 他跟那个内塔尼亚胡 跟那个本格威尔 他们两个搞司法改革 发生什么事了 自由派联合美国啊 对 就开始街头 街头运动了啊 从去年11月就开始街头运动 然后呢 今年3月达到高潮 这个事呢 就很像2019年 在香港干的那种事 一模一样 整什么蟑螂共和国 蒙面共和国 就类似是这种情况 在以色列就上演了一把 特拉维夫50万人上街 干什么 你闹着玩呢 你啊 然后呢 这 那塔尔亚胡没办法了 被颜色革命了 你说咋整啊 他说啊 我不妥协 你不妥协不行 不妥协不行 你在美国面前 你必须得妥协 你必须得弯腰 所以他就弯腰了 真没办法 他真没办法 然后呢 他就想另外一招了 说咱们能不能团结一下内部 怎么团结内部呢 制造一下对外矛盾呢 制造一下对外的矛盾 比如说呢 他那个他那个F35 对叙利亚的伊朗目标 就打了一下子 然后呢 被纳斯罗啊 咱们的纳书记 不就打脸了吗 从这个黎巴嫩方向火箭弹 然后从这个加沙地带火箭弹 不热事吗 结果那塔尔亚胡 这个政府也不敢整 也说这事跟那谁 跟纳斯罗没关系 跟那大胡子没关系 这事你跟没关系 跟谁有关系啊 跟国内的这个西岸的 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些人有关系 然后现在就不是炒作这个事吗 炒作这个事一炒作 不就叫中国给盯上了吗 中国就 你看啊 你悠着点 别干这事 所以以色列现在挺艰难的 说实在的 挺艰难的 你说中国在这事支持谁 中国很明显的是站在正义的地方 站在正义的地方呢 就是说 中国的立场很明确 你呢一定要让人发展 你不让人发展呢 那你就是呢 你就是这个人类文明的绊脚石 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说中国真是支持巴勒斯坦吗 未必 但是现在正好是巴勒斯坦 成为了地缘政治的牺牲品 巴勒斯坦呢 在这块呢 成了一个成了那个被压迫者 那你成了那个被压迫者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 中国只能站在正义的地方吗 另外呢 还有这个事是这个 伊核协议 伊核协议 中国是支持伊核协议的 中国是支持这个伊朗无核化的 但是中国对伊朗无核化的阐述 是中东地区无核化 大家想想这个是什么意思 中东地区无核化 是包括伊朗 你不许拥有核武器 再加上谁啊 再加上以色列 还有谁呢 美国 美国在中东地区有驻军 美国有核武器 就等于说中东地区是国家有核武器 那就等于什么呢 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 你那个西方势力 你这个美国的势力 必须退出这一地区 所以中国呢 不是说不支持伊朗 伊朗核协议 中国是支持伊朗核协议的 只不过中国的描述 跟以色列的描述呢 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在伊朗核协议这个问题上 以色列呢 采取是 就对这个协议呢 是反对的 他认为这个协议呢 太宽松了 他希望的就是说 把伊朗的导弹计划啊 也给放进去 就伊朗的飞弹计划 无人机计划 导弹计划 就全都得销毁 这样一来呢 才能达到就是说 绝对安全嘛 以色列的绝对安全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无所谓 以色列为了自己国家安全 这是可以的 但是在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这么一 一呼吁 川普呢 他为了自己的选民 为了自己那些福音派基督徒 那些Jesus 那帮人啊 Jesus那帮人 知道Jesus是谁吗 他那帮人呢 所以他为了他们的选票 为了他们的选票呢 然后呢 就退出了伊核协议 退出伊核协议 重新开始制裁伊朗 也就是这个问题 表面上看 以色列是始作俑者 其实不是的 内塔尼亚胡 只不过呼吁了一下子 内塔尼亚胡 你说真想说让美国退出 内塔尼亚胡 也没想到美国会退出 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美国退出了 美国这一退出不好办 美国这一退出不好办 使得美国呢 在中东地区呢 就失去了的信誉 使得美国在全球呢 就失信于全世界了 你这么一来 你想挽回 你挽回不了 这次跟以色列说的也很明确 谁支持 谁当初推动 退出伊核协议的 谁退出的伊核协议 你自己应该清楚 如果你自己清楚的话 那我这块就不用多说了 你让我支持伊核协议 那我肯定支持伊核协议 你让我支持伊朗 伊朗核问题 这个无核化 我当然支持伊朗核问题 无核化了 我不是说吗 中东地区核问题 无核化 那这个东西 咱们大家是不是要合作呀 它表达的是这个 所以呢 这里边呢 咱们不难看出呢 就是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 其实是伴随着美国的兴衰 有人说啊 以色列支配了美国 控制了美国 不要相信这种阴谋论啊 这个 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 毕竟是一个小国 它没有办法 你知道吧 它没有办法 它不是支配着美国 没那种事 美国 以色列是美国的中东地区的盟友 你说真正那种核心盟友吗 还真不是 也就是一个合作伙伴 也就是合作伙伴 同时呢 也是被美国监控的 无论以色列的F35还是F16 在使用的时候呢 都要经过美国的同意 以色列的研发 尤其是在武器方面的研发 你在F35 F16上可以改进 改进的汇报给美国 这样一来美国不就 Gain the function吗 美国直接来到得到了这个技术吗 那 但是以色列要单独的研制 研制战斗机 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上世纪80年代 以色列研制出了一个狮战斗机 狮字的狮嘛 Lavi 这个战斗机第三代的 试飞了一次 第二天被美国断供 断供什么了 发动机 谁干的 里根干的 我把发动机给你断掉 然后把你研究经费给你断掉 这样一来 那你这战斗机就生产不出来了 被迫下马 就这个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 C919要有国产的发动机 是非常必要的 把长江一千赶紧试飞咯 为什么赶紧飞差不多了 用上 非常非常必要的 你别打一天 C919乘7号 叫美国也断供了 你知道他成 这个就很扯蛋了吗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着美国是啥呢 跟以色列可以合作 跟以色列呢 可以那什么 可以进行伙伴的关系 但是你要想研制你自己的东西 你想超过我 或者你独立出的一套体系 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以色列呢 就这么一个尴尬的地步 你说巴以问题 巴以问题这个事大吗 巴以问题不大 这个事不大 这个事主要就是媒体的炒作 媒体的整天在这吵 其实这个事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事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这个事呢 它不是那么重要的 你觉得阿拉伯世界 真就关注巴以局势吗 你觉得沙克阿拉伯 沙联酋和伊朗 真就这么关注 这个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件事吗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要么针对美国 那这是伊朗 要么呢 就表面上 在表面上满足一下 就是我们管的叫 我们管的叫 道义上的那种支持 其实他们真去关注这个事吗 其实还没有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以色列的事 只能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你说这个事 最开始怎么着 我们说巴尔夫宣言 英国托管 都是这么回事 但是以色列的建国呢 它是两个方面 同一方面呢 是西方对犹太人屠杀的 这个同情 这个 这个咱必须承认 另外一个呢 就是美苏地缘的重要 别忘了 这个地方之前是英国的地盘 美国苏联呢 就往在这插那么一杠子 结果呢 1948年 以色列独立 第二天 六个阿拉伯国家就 就就就就打他们 怎么回事 背后是英国的支持 那这样一来呢 美苏就联手 就开始帮助以色列了 其实有那么一个 非常经典的案例 三个三名 美国犹太裔的这个飞行员 偷了三架 就是偷了三架B-17 B-17 他们这三架B-17呢 哎 经过那哪 经过这个墨西哥 然后飞到捷克斯洛伐克 在捷克斯洛伐克装配弹药 直接飞到埃及 去轰炸埃及的城市 这个整个过程 你看 哎 从美国到墨西哥 到捷克斯洛伐克 从美控区到那个哪 到宣控区 整个这过程 美国和苏联配合 就非常非常完美 也就是说什么呢 以色列是 以色列最后可以建国 是整个大国之间 妥协出了这么一个产物 妥协出了这么一个东西 最后的结果 你看冷战的时候 以色列 它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呢 它的发展是远远超过 阿拉伯国家的 加上美国的援助 非常全面 苏联的援助呢 非常消极 所以以色列呢 对阿拉伯是离听扫穴 但是它不等于说 以色列天下无敌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以色列国内呢 它这个宣传的出了问题 为什么说它宣传出了问题呢 它的宣传本来是为了啥呢 就是说 我现在呢 我的很弱小 我是一个小国 我呢 如果面临遭到的攻击的时候 可能我生存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 它的宣传的目的 到外边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现在呢 我要全力的抗争 但是呢 到了关键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们帮我 你们希望真帮我 我真受不了 结果就这一下子 以色列这一宣传 宣传口径没整好 给人一个感觉 是以色列可以对阿拉伯世界 离听扫穴 天下无敌 然后战功无不克 战功无不胜 把以色列这个军队给神化了 结果这把以色列宣传 以色列政府给急的呢 说你们这整的什么玩意 这是 结果现在就好了 现在就好了 一到一到关键的时候 你说这些人 你说这些人帮不帮以色列 那这不是坏衣服 这不就是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啥呢 就有时候你办这个事啊 你不能办秃鲁了 你办秃鲁了 对你自己不好 知道吗 是这个 然后冷战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冷战冷战的后期的时候呢 美国呢 曾经曾经为了这个石油美元呢 曾经一度呢 向阿拉伯世界妥协 提出过两国方案 两国方案呢 其实有多种版本了 这块咱不说了 但是为什么在冷战后呢 一直美国 以色列这边 一直偏向这种异国方案呢 就是两国方案 他不会不要了 巴勒斯坦不能建国了呢 其实这个里边 不还是因为美国吗 美国的强大在这块 美国的实力在这块 美国的实力在这块投放 而且呢 无论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支持以色列 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那这样一来 那这样一来呢 你觉得 以色列 在以色列这个问题上 偏袒一下 在这个巴以问题上 偏袒一下以色列 然后呢 打压一下巴勒斯坦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一样了 现在问题时代变了 首先呢 是沙特伊朗的和解 然后呢 是激活了第三世界 当激活了第三世界 这些事出了之后呢 使得巴以问题呢 就不是那么大了 然后呢 巴以问题不是那么大了 这个事关注度呢 明显不如以前了 当巴 当这个沙特拉伯和这个伊朗 包括土耳其 埃及这些国家呢 这些真真正正的中东国家 重新兴起在这片 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重新在这个世界舞台 开始那个 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其实变成个非常渺小的事情 其实我 从我的感觉是啥呢 反而呢 有助于这个问题呢 最终得到一个完美 一个相对完美的答案 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 我个人觉得 以色列真的面临选择了 他面临的选择 你说他面临选择是什么 就是适应这个新的时代 这个没有美国霸权的时代 他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国家的命运 为了自己国家的发展 这个选择 这个做法 他自己一定要卖出去的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